回首过往,很多人一些事记得不是很轻的,除非突出出来,大喜大悲的 尤其童年,都说那个时候记性好,学习背的东西确实如此 但是反而自己的一些事忘了 很奇怪,老天就这么安排,你搞不着到底什么原因 那我像比较内向记得还是相对比较多了 比较细致敏感,这种人掌心会早一点 那还有比较好的一些故事,趣事 就是跟我们动物世界里面曾经讲过这一集 跟一些动物的一些家里 虽然说是平房 但是鸡鸭鱼肉啊 这个养死了就吃喂怎么办呢 猫狗兔这些常见的六畜 男人大型的这种,只有在农村才有机会饲养 现在人很少看着了,还有这个天上飞的地上水里游的 各种鸟类,甚至老鹰 我爸不知道从哪出手抓了一只老鹰 就在爷爷奶奶家 小孩子喜欢动物,看到这些动物自然很喜欢 甚至现在还喜欢去动物园,看到这一些所谓相对自然的一些东西吧 植物就不太喜欢 有些人他心境就比较好,能对植物跟他 静到什么程度,甚至跟他对话 他还懂你,这个我们常人都理解不了 水里游的,各种的鱼类,乌龟王八蛋 那个王八蛋也不是很好吃啊 说是什么大骨,但是那个种味道总是怪怪的 找个人还演那个车单吗 一拽出来,大堵落 所以我们常吃的还是常吃的 不要老是想什么山珍海味 都是很奇葩,很奇怪的东西 你迟早才知道 说什么微量元素啊,大骨啊 其实你主食还没补够 常用的这些才是主要的嘛 主食 老是想那些什么微量的 现在人真是脑袋 不知道啊,装什么 跟动物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小时候在路上 把车还回来,我拖着弟弟在后面坐 那天上一只这个一群小鹦鹉 结果我就站在等 居然一直飞到我肩膀上 不知道被谁训过的 然后我弟弟就一下抓住了 抓住了就回去养了 小时候管他那么多谁 就觉得那一只 后来一招呼我们方言啊 鹦鹉,鹦鹉过来 然后就跟你飞到这儿 很乖的 你有嘴 这样 他还会跟你来亲嘴 亲的时候他眼睛还慢慢变小 很有意思 还咕咕的叫 还有鸟 还有这个 我们知道鸟 它好像感觉上比那个鱼 食物链也是 比较高等 猛兽甚至有的都不如他们 那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天上 地上水里的场了 然后养的那个八哥啊 聊哥 居然能说到当时数过有四十句话 那么多 后来总是一些原因 死掉了 从人了 那还有白头翁 那个我是很可惜的 反正我爷爷叫他白头翁 就是一个小鸟吧 浑身白 脑袋 白毛 说你好 你好 你好 这样 非常有意思 那种鸟居然会说话 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又去看到 是 你 我的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